金刚经 我们昨天长期圆满了 金刚经也结束了 今天我们不讲金刚经 但是我有自由的权利 我要讲还是可以讲 我们佛教徒 虽然是有在家的求家的不同 每一个人来到佛教里面来 姻缘也不一定一样的 但是有一件事应该是共同的 就是要有求进步的愿望 不应该是安于现状 求进步的愿望 在经论上有现成的句子 一个是真上生 一个是决定圣 这两种 但是我们汉门的佛教 多数是求生净土 求生到佛世界去 大多数是愿意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去 或者少数人愿意到弥陀佛那去 愿意到要是净土的人 我看很少很少 也可能有 不管是你愿生佛的世界也好 你决定圣是得圣道 真上生还是隐天 但是这里边的意义 就是要求进步 就是要改善自己的思想 改善自己的行为 我们发出来的语言 发出来的行为 都是由我们的思想决定的 我们的语言和行为 离开了我们内心的思想 是不存在的 所以要是改善我们的行为 就是改善我们的思想 使用我们每一天都有进步 不过是每一天都有进步 这话说得太高了 我们说是每一年有进步 好像太懈怠了 应该说每一个月有进步 我这个月我还发脾气 我下一个月不要发脾气 这就是进步了 就是求进步的愿望 分两部分 我将来 我希望我将来怎么定 一个是我现在的思想怎么样 这两方面要有进步 要进步这件事 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愿望 如果你没有愿望 那就等于是没有想进步 不想进步 不想进步这件事 那就很难进不了 所以每一位佛教徒 你应该有这样的愿 你在佛前发愿 我妙境从今天开始 要改变我的思想 我不要生烦恼 我将来愿意到佛的世界去 你要发这个愿 然后你为了满足你的愿望 你要采取行动 应该这样子 这是一个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 有这一件事 有这一件事 或者再详细地说吧 可以说是 我有一个愿望 要把金刚经背起来 你现在有这个愿望 然后我就每天读这个金刚经 我一段一段地读 就是背起来 一段一段地读 就这样子背起来 那么这就是你有这个愿 然后进行这个行动 或者我愿意把法化经背起来 或者是我愿意背华严经 或者摩赫波尔波罗蜜经 三十愿愿意背起来 或者是我愿意 把摩赫波尔波罗蜜经 我不但是把它的文具能背起来 我要通达里边的义 你要做一个计划 总而言之 就是要求自己有进步 而且要有行动 做这件事 这是我 我今天要和各位说话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有求进步的愿望 做这件事 第二件事 要相信有来生 我们死掉了以后 这个生命并没有结束 还继续有新的生命出现 要相信这件事 这件事 是佛教传道中国来 佛教很明显地说明这件事 我们才知道这件事 我们在读这个孔孟之道的书 孔夫子没有明白地说这件事 这个论语上 孔夫子的学生指路 他问死 问因死是什么事 孔夫子回答 为之生 焉之死 这句话 好像还是没有答复地不明白 你要知道生 就知道死了 那我们 我们对生明白不明白 那么要不知道生 也就不知道死 孔夫子这句话答复地不够明白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 可有这些事情 实际上 那可能是在战国以前的春秋时代 发生一件事 就是晋国的功臣 就是晋国的功臣 魏无子 这个人 他对晋国是有贡献 有功劳的 这个人 可能和现在 现实在也差不多 他年纪也不小了 娶一个小太太 小太太不知道过多久 这个魏无子有病了 有病了的时候 他就对他儿子说 他儿子叫魏科 对他儿子说 我如果死掉了的话 某某人让他改嫁 因为他年纪还轻啊 这样子 过多少天以后 这个魏无子病重了 病重了 又对他儿子说 不要改嫁 不要改嫁 叫他随我去 我要死掉 让他随我去 就是改变了原来的遗嘱 不知道过多少天呢 这魏无子死掉了 死掉了以后呢 这个魏科呢 他没有遵照他父亲 最后的意图 遵照他初开始有病的时候 那个意图 就把他这个小母亲改嫁了 这样做 这件事做完了 就是事情就过去就没有事了 但是后来呀 这个晋国和秦国 有战争的事情 战争事情 这个晋国的王就派这个魏科 做司令官 在一个地区 抵抗秦国的军队 抵抗秦国的军队 秦国的军队战败了 重新派来一个将军叫杜徽 叫杜徽 这个也厉害 厉害所以和这个魏科作战的时候 魏科战不过杜徽 就常打败仗 一打败仗心里面常忧愁 夜间睡觉睡不着的时候 就在那里想 想一想就是打盹了 就是等于做个梦 就看见一个老人就说 清朝坡清朝坡 就是念这个清朝坡 然后梦就醒了 梦醒了 这个时候魏科有个弟弟 魏科就把这个梦告诉他弟弟 他弟弟明白了 说我们这个城门除去的一个地方叫清朝坡 我们应该到那个地方通他作战 我们可以这样做 这个魏科也不是太明白这个意思 但是无可奈何中也就这样做了 第二天领子军队出来作战的时候 打了几个回合就向清朝坡去跑 那么杜徽就追来了 追到那个清朝坡的时候 就看见一个老翁 把那个清朝结成寇 结成寇 结成寇 那么魏科跑过去了 这个杜徽一跑到这个地方就绊倒了 就倒下来了 把他起来又跑又绊倒了 这是魏科 回来了就把这个魏科 杜徽抓住了 就把杜徽杀死了 杀死了 杀死了 把主将杀死了 这个战争就是胜利了 胜利了回来了 然后心情不那么紧张了 那么就回到领子军队 就回到城里边来 等到夜间之处心安了 就睡着觉了 就梦见那个老翁 那老翁说 你认识我是谁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 他说不认识 我就是你改嫁的那个女人的父亲 说这么一句话 这他就明白了 明白了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把他的女儿改嫁了 没有陪葬 陪葬实在等于就是杀死了 现在他这个 这个胃科这个人 总是有一点 我们或者说是有点慈悲心 或者有点良心 有点好心肠了 不隐得这样做 这样子把他的小母亲改嫁了 这个小母亲的父亲心里欢喜了 心里欢喜了 所以很感谢魏科的这样做 那怎么感谢吧 就是去揭吵 我们读《古文观子》上有陈情表 十当揭吵就是这个故事 那么这里边呢 就是 这个 他这个父亲呢 其实是死掉了的 按我们佛法来看这件事 就是他那个小母亲的父亲死掉了 是做鬼了 是做鬼了 这就是这件事 是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以来 以前有的事情 这件事证明 因死了没有断灭 还有继续有生命的存在的 还有继续有生命的存在的 这件事 但是在这个故事上看呢 这个父母对儿女的爱是不得了 虽然是死掉了 他还是爱他的儿女的 死了和不死一样的爱 所以你要对他的儿女有恩的话 他死掉的父母如果是做鬼的话 还是更感谢你的 感谢你 如果是你要杀死他的儿女 如果他的父母做鬼 那就和你有问题 和你有问题了 所以从这件事里面看出来 多少个消息 你不可以杀人了 杀人他本身同情是个怨家了 他有亲密关系的人 也是你的怨家了 他要在鬼神的世界 有机会他就要报仇了 你对他有恩 他有机会就来报恩的 所以从这件事看出来 我们生命结束了以后 并没有中断 继续有生命的存在 这是一个消息 第二个消息 不可以杀生 你杀生 还有后患的 还有后患 不可以做这种恶事 在历史上 其实不止这么一件事 还有很多故事 就表示我们的生命结束了以后 还继续有生命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提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人死了以后没有结束 继续有生命的存在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佛家的理论 因为人有业力的问题 这个愣切经上有四句话 我是本儿先生 这四句话怎么说的呢 摄思水转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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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业不失坏 另于诸有中摄思福相续 所以说得很清楚 摄思水转灭 摄思水转灭 我们这个身体 这个四大主子的眼耳鼻舌身 这是物质 地水口风组成的 是摄 摄思水转灭 我们的受想形实 这是石 这个蛇也好 这个石也好 都是得变化的 插诺生 插诺灭的变化的 不是宁静而不变异的 是有变化的 你看一个老年人 你要看他照片的时候 他一岁一个照片 两岁 三岁 四岁 乃至到八十岁这个照片 你看到最后那个时候 那个面貌和最初的面貌 完全不一样 就是有变化了 完全不同了 但是这个人 他的思想发为语言 发为行动的时候 或者是孝顺父母 或者是对国家有贡献 或者是对一个地区里面 有重要的福利的事情 像这个慈祭功德会不得了的事情 就是做一些 有利益的 对于他人 或者少数人 或者多数人 有利益的事情 就是造成了一种业力 你的生命体虽然是有变化 但是你创造的这个业力 它不消灭 舍失虽准灭 而业不是坏 当然我们自己不大明白 我们自己不大明白 我们造了很多业 自己也不大明白 当然这是佛福射告诉我们 而业不是坏 你的这种一心一动 你说一句话 或者是有罪过的话 或者是有功德的话 都造成一种业力 或者是你用手打人 或者用刀杀人 或者用刀救人 这都是业 它会造成一种力量 这个力量它不是坏 你造成了以后 它就继续存在的 尔业不是坏 另于诸有种舍失伏相续 你这个生命 我们造的业力可能很多 我们造善业 也可能是造恶业 也可能造特别有清净的业 我们佛教徒 我们可能够 你要背金刚经 你思维金刚经的道理 这是另一种特别的业力 或者你修世间初 这是个特别的清净的业力 或者你拜佛 这也会造成一种业力 但这个就是 与三道有关系业力 和世间的善法有不同 但是也是业力 总而言之 我们可能会造一些特别清净 殊胜有功德的业力 也可能造个有罪过的业力 也可能造了一般的善法的业力 这业力都有 你都造过 都在你的身心之中 潜藏在那里 等到我们这个身体 这个生命结束了的时候 你以前造的业力 其中某一种业力 它要成熟了的话 它就发生作用了 发生什么作用呢 令于诸有中 舍失伏相续 就使你 或者是在淫中 或者天中 或者地狱 恶鬼 出生阿修罗里面 又得一个生命 又得一个生命了 舍失伏相续 就是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人的生命体结束了 又会继续有生命力 因为就是业力 业力的 我们思维这件事 如果你能够静下来 思维这件事 这件事是决定应该这样子的 什么决定呢 你思维一下子 比如说我们吃这个 吃个大白菜 吃个大白菜也好 吃个红萝卜也好 你吃个苹果也好 你吃个苹果也好 这些东西 它都有相续下去的能力 吃个大白菜 还可以再配个白菜 另一年又有白菜出来 这个白菜有这个力量 红萝卜也有 橙子也有 苹果也有 橘子 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 都有这个力量 这些植物有这个相续下去的能力 有它种子 有这个种子有这个能力 我们银为万物之灵 银死了就结束了 这件事合道理不合道理 所以银应该是继续有生命的存在 有的人提到这个问题 他不这样解释 他说 他有儿有女这样子相续下去 他本应是结束了 这是不合道理 那那个也没有儿没有女 那么他就结束了 只是不合道理 我们这个中国哲学 这个易经上 既善之家必有余庆 既不善之家必有余阳 这个儒家的学者的解释 这句话也有佛法中的业力的味道 业力的味道 儒家的解释 儒家的小准的解释 就是说 儒家来说实在也是断灭论 他说人死掉了以后 就是结束了 但是他有儿女存在 说这个人再生的时候 为广大的地区 人民摸了福利 有很大的功德 他自己不能得到仇报 他死了以后 这个余报给他儿女 他儿女会得到好报 儒家是这么说 既不善之家必有余阳 他父亲造了罪 他父亲不服这个战役 他儿女来受罪 他的祖父母造了功德的时候 他祖父母得不到仇报 要他后来的子孙得仇报 儒家的学者这么解释 但是我们佛法没有这个道理 佛法的意思 你做你负债 我要不做我不负债 我做的业力 我将来得到它的果报 我要没有做我不得果报 佛教的理论是这样子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他父亲眼睛有病 他的儿女也一眼睛有病 那么去看医生 医生都是遗传的 医生这个也是吧 我不知道各位这里有没有医生 佛法不是这样说 佛法谁也不遗传谁 那么怎么会相同呢 这是有共业 就是他父亲和他的儿女前一生 共同地做一种事情 现在共同地受这种果报 你做的功德 大家共同地受果报 你造罪 共同地造罪 也共同地受果报 不是遗传 不是遗传 不能这么解释 不是这样意思 按佛法说 这就是共业 所以这业力的关系 按佛法 所以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是大智慧 所以看得清清楚楚 你有这样的业力 你就会得这种果报 因此何人呢 都不能冤枉 所以哪一个人 你没有这种业力 就不受果报 你有这个业力 不受果报 不可以的 是这么回事 所以我们这个 没有神童的人 人死了以后究竟怎么事 不太明白 但是佛法里面告诉我们 你死了以后还继续有生命的存在这件事 要相信这件事 相信这件事 于是善恶果报就可以安理了 你在生存的时候做善事或者做恶事 你活着的修小圣道 将来的生命会受到影响 会受到影响的 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应该教悟 我们佛教徒应该教悟 我从今天开始不要做恶事 我将来就不受恶爆料 你要有这样的愿望 发这个愿我不做恶事 不做恶事佛教当然说得很清楚 要受这五戒 学习慈善法 受五戒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这五戒 慈善呢 就把这个不妄语 把它开出来三个 不不妄语 不两舌 不恶口 不欺语 这四个 分成四种 加上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是七个 那么一夜有个不贪欲 不称慧 不愚慈 这个不愚慈 有些地方说是不邪之邪见 加起来是十善法 那么学习十善法 这学习十善法这件事 也应该你在佛前发愿 我弟子妙净 由今天开始学习十善法 就念 不杀生 不偷盗 乃之道 不邪之邪见 你为了你自己有愤寸 你不妨说出十善性来 我从今天开始一百天内 我学这个十善法 也可以 这一百天你注意 从第一天开始 如果有一些违犯的地方做记录 我今天做记录 明天做记录 后天做记录 这七天内 你自己看这个记录 是不是有多而少 是有少而多 我违犯了我的意愿 是怎么情形 最好是最初有多少 后来越来越少 最后是清净的 深夜清净 雨夜清净 易清净 闪夜清净 都清净沦向了 这样做 这样做久了的时候 可是不简单的 你就能够感动了 感动了 这些善神的故障 我们一世间 右眼看不见 我头几年 头几年在哪里 在那个摘成大会里面 还有那个中台寺洞土 我看见我们的省长 省主席 他在说话 离头三尺有神明 他两次讲话都说到这句话 但是佛法里面讲 鬼神多得很 不一定是离头三尺 随处都有鬼神 多得很 鬼神和淫的世界一样 也有善神 也有恶神 也有的神和我们有关系 有的是没有关系 有的有仇恨的 就是一样的 像淫与淫之间的关系一样 也是这样的 要是我们能够修小 寿司五戒能够清净 这善神会用过我们 我在一本书上看见一个故事 看见故事 他是一生 这一单是中医 不是西医 我看这不是现代 最少这件事可能是 可能在民国以前的事情 可能是在清朝的事情 人有病只有看中医 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西医吧 但是这个医生有一点特别 就是你有钱可以付费 没有钱也可以不付费 无论什么样的人要请他看病 他很认真的就去给你看病 这个人 因为很多有钱的人是少数 没有钱的人多 他能够印证的为贫苦的人服务 所以感动了很多的人 对他的印象非常好 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地方 一个人 这个人的母亲有病 看了很多医生看不好 后来就有人介绍这个医生 这个医生的外号叫假善淫 叫假善淫 不是真善淫 叫假善淫 为什么叫假善淫 因为你要是贫苦的人请他看病 要请他吃饭 他说我吃素 那么吃的便宜一点 要是有钱的人请他吃饭 那就是要贵一点 就是要持幼稚这些事情 所以他吃素是假的 但是他是好心肠 令你少花钱的意思 所以称之为假善淫 那么这个孝子 就是母亲有病 请了很多医生看不好 有人介绍请这个医生看 这个人是在黄河的 是不是在黄河的 他住在黄河的北岸 医生是在黄河的南岸 他要过河到那个地方看这个 请这个医生 请这个医生 和医生一说 医生说 就很认真地当自己的事情了 就是答应给他看 但是这个天已经很晚了 他就要在那住一去 第二天早晨早起来 坐船过河到他家去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船上的经理夜间做个梦 做个梦 就是观世音波车来了 说明天一早开船的时候 假善淫他不准他坐船 你不可以准他叫他坐船 你不可以准他叫他坐船 醒了是个梦 是观世音波车 然后要继续睡 继续睡这个河神来了 明天一早还是一样的 明天一早你的船开船 那时候不准假善严坐船 他来了 也是这样子 他说哎呀这个事怎么回事 又坐这个梦 然后他又睡觉 徒弟工来了 徒弟工来了 也是这样说 明天早晨第一班第一次 第一班船开船的时候 不准假善严来坐船 那行了还是个梦 这时候心又有点紧张 睡不着觉了 不能睡 那么早早起来的时候 他就来注意这个事 等要开船来的时候 这个经理就知道谁是贾善言 船里没有一个人承认是贾善言 然后各叔找看 在那个店里面 一个隐私店里面 有人承认我是贾善言 所以一是贾善言 他就说不抓住他 开船 他一下这个船就开了 这样子这个贾善言没有上船 但是请贾善言去看病的这个人 心里面苦恼 他的母亲有病 很着急要请他赶快到那去看病 他要不上船时间不是更晚了 所以给这个经理跪下来 要请他上船 说不可以不可以 就是不可以上船 那么这船已经开了也无可奈何 这个船开了不久了 忽然间来一阵大风了 这个船就翻了 都落到水里面去了 那么后来这第二班船 这个贾善言上船了 这一上船就风平浪静就过去了 那么从这件事看出来什么是你 要是存好心 你为人 为人治病 或者收费或者不收费 很诚恳的为人服务 能感动到观世音菩萨来照顾你 感动到这些善神来照顾你 照顾这些事 所以我们要是一个佛教徒相信了佛法 我们能够受持五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心 不妄于 你要真实能做到这一点 又能修小十善法 久了的话 不可思议 我们应该要 我们应该要 为了 从这里 这是两方面 一个你相信佛菩萨的话 佛菩萨告诉我们要受持五戒 要修小十善 我们应该这样做 其次你这样做 这些善神都会拥护你 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其中有一样事我说 就是个妄语 很多人不用一手 随便说 那说谎话不当一回事 是不对的 你应该就是诚实 就是说诚实语 久了的话 你说出来的话 人和人都相信 你就说谎话 人都相信 因为这个人是诚实 不说谎话 这样子 你说话容易相信 你会得到很多的很多的利益 如果你常常说谎话 没有人相信你 你做事会困难 困难的 并且像我们佛教徒 你在佛前受戒的时候 能吃法 能吃 你在佛菩萨前 你这样子 你许非要来这个哪言 你违背的话 就是对佛菩萨的不恭敬 也是有过失的 这个经论上说 我们常常说谎话 将来会得到什么果报 会从你口中发出臭气来 做音的时候 发出臭气来 会这种过失 还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应该发心 十戒清净 我们说五戒 十戒清净 修小十善法 也让它清净 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这样子 我们持戒清净 修小十善法能清净 我们愿意到阿弥陀佛国去 也容易去 你愿意升到天上去 也容易去 你愿意到美蕾菩萨那去 也是容易去 你常常这样清净 你持戒清净 修小十善法清净 实在就是新清净 现在清净的时候 所有的功德善法 有了基础了 有了戒的清净做基础 所有的善法都能建立起来 我们要是读着《经经经》的时候 那说得太高了 说得太高了 我们应该从基础上 清净自己的善业 深清净 口清净 应该学习善业清净 应该学习善业清净这件事 这是说 这一段我是说 相信 有业力的存在 相信 人死掉了以后 还有来生 我们不要疯 你不要疯忽这件事 你相信有来生 相信有业力 相信有业力的果报 你要有这样的心情 你就不敢做恶事 不敢做恶事 你持戒也容易清净 修晓失散法 也容易清净 應該注意 你这样东西 云 cały 修小五戒,修小十善,能够清静 隐隐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好转 比如同小的之间,他对你有恭敬心 这个人说话诚实,直接清静,他对你有恭敬心 你要和他有什么事情要处理的时候,就容易处理 要是你说话随随便便地说谎话 随时随便地犯了戒,人家对你也轻斥 你有事情的时候,人家就不愿意帮你忙 做事情就困难了 不管是出家也在家也都是一样的 这个我在身上看见了,这好像是在清朝 那个时候,就是北京这个地方 有一个老法师,联茨大师到他那去参销过 这位老法师不知道什么原因,政府把他抓去了,放在牢狱里头 但这位老法师有点地位的 那个牢狱里面的那个狱主 就是要求他,就是你要给我钱 不给我钱,我就会哭到你 那么那老法师可能就是没有钱吧 那个玉如给他上了刑法 太苦了,这老法师是什么 有道德,有修行 他要一念的时候,就有这种感应 我有这种感应 你读读这个《华严经》的《词验记》 读读《法华经》的《词验记》 就是这些有修行的人 有事情的时候,就显现出来 显现出来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平常用功的时候 要注意深清净,口清净,意清净 在这个清净的基础上 我们在有殊胜的功德 要注意这件事 你不要因为麻麻糊糊 社会上的人,他们有学习佛法 他不知道生命结束了 继续有生命的事情 不知道有善恶果报的事情 就是中国本身的哲学 既善之家必有余庆 既不善之家必有余阳 这还是读古书的人才知道这件事 因为现代的人都是向前看 读一些科学的知识 我们中国的古书不大读 也不知道这件事 也不知道这件事 所以社会上的风气不好 种种的原因 其实你不接触这些道德的 这种观念的数 你叫他有道德 不合道理 但是我们佛教徒和一般社会上的人不同 我们佛教徒当然是要读佛经 佛经里面是提倡这些事情的 不应该放逸自己 不应该放逸自己 我们应该 从 不要上高调 你要从 从浅的地方一步一步的 向前进 向前进 这样子有很多的好处 一个音与音之间容易合一点 你一讲道德音就合一点 并且师父也容易管教一点 不为音乐师父烦恼 这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然后你在读这个《金刚经》 读这个《阿弥陀经》 求生净土都比较容易 都比较容易 这个在佛法里面 它是有一个次第 有个次第 比如做阿弥陀 我现在不做阿弥陀 我修修善法 修善法以后再修佛法 这是个次第 你要来的老师常常是做阿弥陀 你不修善法 你去学习佛法 他不次第 他不够次第 除非是特别的人 特别有大善根的人 这是例外的 一般的人 他是有次第的人 你不符合这个次第 这件事做不好 做不好的 所以我们应该有好的意愿 有求进步的意愿 这是要相信这个生命 生命死掉了以后还有来生 相信有业力的存在 有善恶果报 应该是先要注意这些事情 我们要看印光拉法师的文超 他就是提倡这些事情的 提倡这些事情 印光拉法师对儒家的道理 他很熟 他常常提倡这些事情 我的确 人应该有个做音之道 这样子 在这个基础上 学习佛法 它是个次第 所以我们中国佛教 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来 中国有老庄的思想 有孔梦之道 做佛法的切一方面 是对了 实际我们容易接受佛教 是容易接受的 如果这些孔梦之道 失掉了 佛法也会受到影响 社会上读书的人多 佛教也受到影响 因为我们出家 原来都是社会上的人 你在社会上读书多 出家 也是受到好处的人 这是一件事 其次 我们说是要有求进步的愿望 这件事 其中 就是 我将才说到 比如说 我愿意学习金刚经 我自己做个计划 这也是个愿望 我愿意学习大致的论 那这是个计划 你自己要常常有愿 但是这是个别的愿 总向来说 比如说 我是 我想要得圣道 那么这是个处理的愿望 我想要成佛 这个愿望是太高了 你现在要积蓄地要做这件事 应该发这个愿 我现在要得圣道 那你就要学习这个圣道的法门 你可以读阿罕经也很好 读金刚经也好 读法华经 华严经 大致的论 愈学师的论 成为师论 这都是圣道 学习了 学习了这件事 要是你在社会上 如果没有读过书 出家 学习圣道 还是有点困难 是有点困难的 你要是最低限的你中校毕业 你有点文小基础 学习方法 还是还能得到方便的 当然你要是你的文小程度更高一点 就更容易一点 当然这是各有因缘了 但是现在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发愿 我想要得圣道 你要发这个愿 那你要学习圣道的法门 然后你就这样修行 应该这样做 所以我们中国佛教 这个净土法门特别的流行的很普遍 我初出家的时候 当然也就是 就是接触这净土法门 也提到一句话 说是 末法时代 一一因修行 汉一得道 我有念佛法门 可以 可以 我要怎么的怎么的 那时候我不明白 为什么这样呢 现在我明白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 我们这些老法师都是弘扬净土法门 没有弘扬圣道 当然也可能讲点经 也可能 但是只是讲一讲 听一听 有一点兴趣 你日常生活里面 你不用 只是念阿弥陀佛 所以只有用这样的法门 往圣阿弥陀佛过去 你没有修世念处 也没有弘扬思念处 这样说 这个圣道的法门 在我们中国 很久很久 已经不流传了 但是这个法门还在 这个藏经还是在 这个修小圣道和修小净土法门 我因为也没有矛盾 什么没有矛盾 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一心不乱 我们读阿弥陀经 我们每一天都读阿弥陀经 或者读一遍 或者读两遍 或者读三遍 四遍都好 然后一心不乱的念佛 阿弥陀经说 临命中的时候 要心不颠倒 那么阿弥陀佛放光去 你往上了 这个我们很多人都是 念阿弥陀经 还知道这件事 但是 要是我们常常静坐 修世念处 和这件事是相合的 因为你那上面说 临命中是心不颠倒 你要学习四年处 就是现在就心不颠倒 你静坐的时候 时时的令这个心明静而入 修披不舍的观 观众法思想 这是令心不颠倒 你生存的时候 常常的训练自己 心不颠倒 临命中的时候 也就心不颠倒 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不就是往生了吗 所以修 净土法门的人 你也不妨 注意修修世念处 能够帮助你 容易往生阿弥陀佛国 当然这件事也是有的问题 因为你要不认真地去学习 这金刚波尔波罗密经 这个金刚经上的四年处 你修不来 你修不来 你要不认真地 学习这个大智德论 学习阿寒经 小乘法法的四年处 你修不来 那只好就是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要临命中的时候 心不颠倒 就能往生 我在一个净土念佛感应计上 近代的 所以修许是念阿弥陀佛 应该是很有诚心了 临命中的时候 也是念阿弥陀佛 好像是阿弥陀佛来了 所以她也是心里面很寂静 就要往生了 她的太太在旁边 就哭起来了 哎呀 你要走了 我可怎么办 立刻的 这个人就流泪了 她就说了 她说阿弥陀佛已经来了 你这一句话 你阿弥陀佛不见了 那么这表示什么 就是心颠倒了 心颠倒了 要是你平常修四年处 有这样的训练 你心不颠倒 那就是阿弥陀佛来了 能往生 旁边有人有一些 老的事情 你心不动 就不受影响了 不受影响 我们现在说是 当然很多的大德 慈悲 弘扬净土法门是对的 但是真实往生的人 是有 我也相信是有 但不是都能往生 为什么 她心颠倒了 她灵面中都是心颠倒 还有一种情形 她自己诚心的念佛 她的儿女相信基督教 临命中的时候 她在她儿女那住 她儿女把所有的佛教徒都拒绝了 不准来 那么她父亲没人住念 不知道心颠倒不颠倒 也不知道往生没有往生 这是什么呢 我因为这是智慧有问题 当然佛教徒是大多数来说 都是主张思想自由 你一定相信基督教 天主教随你也可以 但是你自己要安排好好的 不然的话你自己造成了障碍 造成障碍 所以自己不要只顾眼前 你长远地看一看 预先安排好 你要往生这件事 你要预先安排好 当然要是出家人 应该没有这种障碍 但是也很难说 如果你有严重的病痛 不知道有没有人照顾你 而你是不是心颠倒不颠倒 这都有问题 要是说是 你能够精进地用功 消除了一切的业障 平常就心不颠倒 我身体健康的时候心不颠倒 有病也心不颠倒 那没人住念没有关系 没人照顾也无所谓 他能够把持住正面 这样也可以 但是这样的境界 你要自己应征地用功才可以 你不应征地用功 你没有这件事 应征地用功 那么江泽说 我们修四念处的时候 时时地令自己心不颠倒 那么我不修四念处 我就一心念佛 你也是可以 但是你要注意 你心颠倒不颠倒 平常日常生活的时候 有的时候风平浪静 心不颠倒 有的时候有问题了 有问题的时候 你心颠倒不 你自己来考验自己 你就知道 你灵命中的时候 先颠倒不颠倒 你就知道了 那么你也就应该知道 灵命中的时候 能不能往生了 你就会知道的 所以你要是生存的时候 你预先计划好 你是修四念处 现在的圣道 灵命中的时候 也可以怨圣阿弥陀佛国 所以我不修四念处 我就老老实实念佛 你也计划好 你也计划好 计划好好的 如果说是 我一天就念两个钟头佛 其余的时间我不念佛 心里面随时会颠倒 这是靠不住 靠不住的 但是这个四十八院里边 阿弥陀佛的无量寿经四十八院 其中有一院 十年念佛 灵命中时也能往生阿弥陀佛 那也可以 十年念佛 那个地方有点特别 就是这十年念佛 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念佛 这样的人 他十年念佛 他念得很真 很硬真 而且回向的时候非常恳切 愿生阿弥陀佛 我这个愿非常恳切 加上你十年念佛一心不乱 阿弥陀佛说 你灵命中时他就能结你往生 那阿弥陀佛不说谎话 这件事情是有可能的 但是要是你不是十年念佛 你只是拿念诸念佛 念得麻麻糊糊的呀 没能一心不乱呢 这就靠不住 你就靠不住了 所以你要是学习净读法门 念阿弥陀佛 愿生阿弥陀佛果 你要认真地反省自己 你要认真地读佛书阿弥陀经 认真地读大本的无量寿经 你会知道我现在是什么程度 知道自己是什么程度 如果我的程度是不及格的呀 那你应该调转一下 修正一下 要注意这件事 如果你不注意 不注意麻麻糊糊的 灵命中的时候靠不住 所以这个修世间处这件事有特别的好处 就是生存的时候就常训练自己不颠倒 有这个好处 当然这件事就是你要认真地学习经论 然后你才能修这个十年处的 你不认真地学习不可以 不可以的 你要花一些读法会经 阿拉罕横平 那就是十年处嘛 观著法十项啊 那就是十年处啊 那当然是深一层的十年处 大乘佛法里面的十年处 小乘佛法里面有的 你要是金刚经那更明显的就是十年处 这都是深一层的 这样修 大家这样修行的事情啊 我们头几天我们学习金刚经的时候 曾经说过 就是要互相合作 互相合作 你修十年处的时候我给你做护法 我修十年处的时候你给我做护法 因为我们今天的汉文佛教啊 我们那心平下来啊 反省一下啊 不是适合修十年处的 我说这话你们不知你们同意不同意 当然我也不完全知道 有的寺庙怎么行我也不知道 我们寺庙有什么情形 你这里有这么多居士啊 从表面上看这个慈悲心很强啊 实时地为在家居士服务 在家居士服务 你自己的生死大事放在那里不注意 这样的境界不适合修圣道 不适合修小圣道 因为你心里老子对佛法的学习受影响 也很难学习 而且心里老子散散烂烂烂的 你很难有成就 很难 这是一个困难 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你要想要专心念佛 这样的环境也不行 你要想要专心念佛 这样的环境也不行 也是不行的 在这种环境啊 就是在家佛教徒来栽培善根 你给他方便 时常地做法会 在家居士来栽培善根 在家居士来栽培善根也是好 但是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在这里拜三天的大悲餐 拜七天的莲黄餐 各种各样的法会 完了回到家去 还是原来这种境界 他怎么样呢 当然有的人也可能发心出家了 我看出家还是少数 多数还是不能出家 还是维持到原来的那种生活 有的人有可能会厌力心 有一点厌力心的时候 可能这个修行会加多了一点 可能我不做工了 我去养老拽心念佛 有可能会有这种事情 但是你愿意这样做也好了 但是你自己的生死大事 我看是做不成了 是不成的 所以我想我们出家也好 我们在家佛教徒也好 做一个全面的计划 我要怎么样走这条路 你要计划好 我愿意修圣念处 我愿意念阿弥陀佛 我这一生决定要求阿弥陀佛 你要做出个计划来 你不能麻麻糊糊的 麻麻糊糊那就等于是没有计划 也就等于是没有圣道的愿望 没有求生阿弥陀佛果的愿望 那就是水也流转了 死亡了以后水也流转了 你想得圣道是很困难 我在想阿弥陀佛在世的时候 一直到一百年以前 或者现在的人说那都是落后的时代 但落后的时代有很多好处 有很多好处 我们有可能遇见佛法 有可能还容易遇见大善知识 将来的世界不死了 将来的世界灾难很多很多 不容易遇见佛法 你也不容易遇见大善知识 所以水也流转 我也没做什么错误事情 将来我可能还再来到眼前 来到眼前不容易 不容易遇见大善知识 所以自己应该 你计算一下 你究竟想怎么的 你要计算一下 计算一下 然后可以联络很多的 同一志愿的人 互相帮助 我给你做护法 你给我做护法 这样就可以 不愿意 不愿意的话 你很困难的 你想要实行你的 推行你的计划 不容易 除非是你自己做助治疗 你做 你愿意怎么用 全力可以 不愿意的话 是很难很难的 很难的 我说这一段话 就是自己静下来 我要立什么样的愿 然后思维生死是苦 我们要认真地来执行这件事 不可以马虎了 不可以这样做 就讲到这里好吧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去这一段话 一段话 我来说 就是自己的 简单 就讲到一个 区别的 我给你带你 我来说 你不想做 我去计划